今天帶大家來的是一間 性價比非常高的鯊魚店 每人人均都只是64元 就吃到現在眼前的所有菜式了 最重要是又便宜又抵又好吃 大家記得看完下去 這間餐廳叫做海粒豆 位於黃庭廣場B一層 Let's go 公仔求一家 黃庭廣場大家都去過 福田口岸搭兩個站 去到會展中心便到 位於黃庭廣場的B一層 即是合馬先生那一層 現在進入這間店 看看環境是怎樣 在大陸食物的服務絕對不會差 店員就帶我進去 因為有兩個樓梯級 他都提醒我要小心點 裝修方面都很乾淨 他就帶了我去一個類似卡位的位置 當日因為6點多 店舖就不是很多人 所以很寬敞 位置都足夠大的 我自己就走多個圈 一望有多大 裡面大約還有多6-7張桌 所以位置就非常充足 配料方面都非常之多 可以讓你任君選擇 這些基本東西不詳細介紹了 公仔妹來到就說想幫爸爸做一盤醬料 雖然這些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小朋友去做 他自己都會很開心 你看他借手借腳都挺搞笑的 而且這裡有個位置是讓你任拿冰粉 你自己就可以加冰粉 有5樣配料 公仔媽就說挺好吃 不過我就不吃 我們當日點了一個209元的套餐 就有桌面這麼多食物 慢慢介紹 一開始就有個原味粥湯鍋 吃完就會幫你做完所有的步驟 一開始就會把飯倒進鍋裡 再加大陸的名牌 龍膚山泉瓶裝水 它就會幫你倒進鍋裡 因為最後它就會造成一個粥底 給大家還有一碗粥吃 因為我們中間一路都會煮鰻魚 所以最後粥都很鮮甜好吃 過了幾分鐘之後就煮滾了水 全程職員都會過來看著你 只要一煮滾水 它就會拿回本身的碗 將裡面煮的粥 首先就會撈起來 因為不想大家在吃魚的時候 一直有米飯阻礙 這個服務都挺貼心的 在香港就真的好少吃到一個主題 用鰻魚去做的打火鍋店 而且你在香港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些服務 而且價錢也不會像現在那麼便宜 不起所知煮熟的米飯之後 它就會將配料逐量逐量加進去 眼前這些就是魚腹 再之後就是鰻魚做的魚蛋 待會就知道它們好不好吃了 再之後它就放了一些魚骨 魚骨就熬多久都可以 而且可以令到湯底更加有魚味 放完配料之後 剩完就說只要湯底煮滾了 就可以煮其他魚了 等它煮滾的時候 我們就散叫了一個冰鎮毛骨魚片 我之前上網一看到 我就很想試這個菜 鰻魚片沒有骨 還要是凍食的 好像大家吃刺身一樣 就會有芥末和醬油給你點來吃 它這個口感又很有趣 鰻魚片真的很爽脆 很好吃 還要52元就有一大盤 真是很划算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試的話 一定要叫這個吃一吃 然後因為公仔妹在這裡 叫了一個黃金脆魚柳 是炸的 39元 這個又是非常有驚喜 大家一定要試一試 魚柳吃得多了 但是這麼彈牙 這麼脆口的魚柳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 它是用了鰻魚的魚柳來炸的 又大條又夠厚身 非常彈牙 然後就是主菜了 叫做脆滑毛骨魚片 它這一碟在套餐裡面 就會有兩盆的鰻魚片 問過職員 如果是水滾的話 其實灼15秒就可以上點吃了 口感是很彈牙很爽脆 所以非常之好吃 只要簡單錄它15秒 就可以立即上點吃了 和大家平時錄牛肉的時間就差不多 基本上你可以夾著它 讓它熟 再立即吃都還可以 不過其實店鋪有個蠻窩心的設計 因為鍋上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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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魚柳塊調進去 那就不用怕找不到魚肉 這裡也有啤酒喝的 15元大大瓶 之後這個脆滑魚柳 我就覺得好吃過滑魚片 因為它這個是厚切的一條條形狀 和這些中山的鰻魚 口感很脆很彈牙 它切到這麼厚 還要一條條 就非常之容易吃 口感真的很爽脆很彈牙 和你平時在家裡蒸的鰻魚 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大家如果來試 就一定要吃這個 這個就是一開始下的自製魚腹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記住 它的魚腹和現在這個手打魚丸 都會有少少骨 因為有公仔妹在這裡的關係 另外再挑了一個三色麵 始終小朋友就沒理由全程都是吃魚的 讓它下手下腳做一下自己煮的麵 它又開心些 又吃得多些 我們又可以煩少些 那就最好了 它就會跟著一塊長的木筷子 就算給小朋友錄都不用怕錄到手 再加上有這個泥的時候 就更加方便了 你看它 公仔妹自己都攪得好 還會拿起來看看熟不熟 一開始就把這個脆環魚骨 丟進湯底煮的 大家吃到差不多 到最後就可以撈出來了 它的肉質就沒有那麼彈牙的 但是加完配料之後都很好吃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它很多骨 這個就不建議給小朋友吃了 其實大家吃到差不多 就可以將它一開始 盛起了那碗米飯 把米飯倒進湯鍋裡 再煮多一會兒之後 大家就可以把粥來吃了 因為經過了大半小時的時間 湯底已經很有魚味 所以把那碗粥 你可以當是魚湯這樣喝 再加上米飯在裡面 非常之好吃 非常之鮮甜 所以大家記住 吃完湯底才好走 那209元就有畫面這六碟菜 以及一個湯底 現在最優惠就是它抖音 或者大眾點評 有一個58元當100元的現金券 最多還可以用到三張 我們今次這樣吃到飽一飽 叫了兩瓶酒 平均都只是64元 加起來都只是255元 即是抵到難 雖然碗魚也不算是很名貴的菜式 但是這個價錢還有酒喝 其實真的非常之划算 而且在大商場裡面 如果大家試得潮生牛肉多 其實過來試一下都不錯 這集就介紹到這裡了 好看的麻煩大家給我LIKE 有需要可以留言給我 多謝了 拜拜